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即是这个节目是贡献给社会 分享我的资讯 我想分享我的资讯 我想分享的 是越广泛的平台 那越好 我是不收钱 也不收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即是这个节目 如果你觉得有教育性 就更好了 讲回这个 尾巴战争 那会怎样发展呢? 当然在这个所谓Fog of War 这个战争暴霾下 任何议策都可以出错 但是表面看来 尾巴的军力这么严重 所以 以色列方面能够达到 完全消灭哈马斯武装力量的目的 问题只是 时间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因为如果你譬如冲进 哈马斯的大本营 就是加沙 加沙 City 那巷战 难免都会 有很多损伤 当然我想一定是 巴勒斯坦死的人 现在急速追上来 已经超越了 以方的伤亡 有人指出哈马斯 涉持了过百人治 那这个会不会令到 以军的行动 为首为美 阻碍过进度 因为十几年前 以色列有一个士兵 被哈马斯 腦劫了 最后 以色列竟然愿意 用过千名的 巴勒斯坦人的囚犯 来交换士兵 有人说 如此类推 这次哈马斯 就分分钟说 要求以色列 放了全部 巴勒斯坦人的囚犯出来 可能是数以万计 我觉得机会就不大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以前PLO 都是恐怖分子 现在的巴勒斯坦人的囚犯 就是温和了的PLO 所以后来 有些再年轻一点 火爆一点的 不接受温和 又分拆了出来 变成哈马斯 那些继续 采取军事行动 或者所谓恐袭的行动 以前最出名的 1970年代 就是有这个Munic奥运会的恐袭事件 以及1976年 有一次劫机事件 劫了飞机去到Uganda的城市 Entabe那里 那两次 以色列没有屈服 没有谈判 没有妥协 去采取这个RAID 这个拯救人质的特杂行动 那结果部分人质 都是有伤亡的 在那两次事件上 所以这次被 被形容为 历史性最严重的 一个偷襲 这个以色列 那我不认为 以色列会有兴趣 和耐性 和哈马斯 谈判很多了 那所以几乎肯定 未来几个星期 战争的伤亡人数 将会继续 颇为急速地上升 我想 我随便猜 巴方 最后死几万人 是很难避免的 那这个真的很悲哀 那而且还有另一个东西 就是居民 哈马斯的大部分领导层 包括他们的最高首领 Ishmail Haniyeh 他自己都是在难民营出生 所以这个结已经是七十多年了 那这个领导 他不是在加萨 不是在以色列里面的 他在吉他 或者其他可爱地方 就是领导层 所以我觉得 以色列都很可能 会在这些地方 或者甚至全球 采取暗杀行动 那我建议大家 如果没看过 就看回十多年前 有到都拍得很好的电影 叫Munich 就是应该就是讲 这个莫尼克奥运 那个恐袭事件之后 以色列就要报仇 就是主要在欧洲和中东 就是采取暗杀行动 就杀了很多巴勒斯特尼人的领导 那所以未来 以色列的一系列军事和反恐行动 当然有他们的道理 也都必定会得到 包括美国和西方的支持 但是就会更加 就是暴露他们的double standard 他们的双标 因为就算说 现在说 要封锁所有的水电食物 和燃料 就是这个加萨 那也都没有说 这个什么人道通道 放那些人走 不知道走到哪里 跳到海 就是埃及又不接受 那难道走到以色列 那然后你就可能 就是已经是大肆轻炸了 或者你冲进去打他 那就是这些 所谓叫collective punishment 基本上是违反国际法 就是你不可以collectively punish 所有的人民的 那暗杀 就是 也是早两星期才刚刚说 印度被指控在加拿大 暗杀了一个他们认为的恐怖分子 独立分子 那也是引出牵然大波 那如果未来几个月或者几年 以色列又到处去暗杀 那怎么办 那是否谴责好 那其实去年在West Bank 以色列已经是 他说意外 已经杀了一个 Palestinian American Journalist 一个女士 被人杀了 那我好像上两星期都说过 就是西方传媒的Defense 的辩护就是 那里不是一个 就是那里也叫做自己人地方 不是在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里杀 所以就OK了 那印度在Vancouver杀人 就不OK了 那就是 我已经觉得很噁心的 这个解释 但是不过 未来将会更加上演 甚至乎在西方暗杀的行动 都会可能出现 那我就是 永远 相信市场的集体智慧 虽然不是永远正确 但是总比我一个人聪明 那所以以巴克开战后 那天是星期日 那中东有些市场都是开市的 那其实那些股市都是跌了2-3% 就奇怪地不是太过严重 那到了星期一 就是美股的期指 最初就跌的 那是开市都是跌的 但是不到半天就马上反弹了 结果是修正的 那这样 那连续这几天都是反弹的 那而星期一呢 就是美国博债市场的假期 那到了周二美债回来的时候 也都很快速反弹 一如所料 那就是说 由4.88跌回到4.5多 那暂时 债市危机 就得到短暂的舒缓 那最吊诡的 那当然就是石油市场 那也都可能最有啟发性的 就是战争爆发之后呢 油价并未预期劫高到100元或者楼上 那只是微升过去88元 就是其实早几个星期 已经是90几元见了顶的了 那然后呢 今个星期是转回落到现在大概86元 那似乎市场就在说一些东西给我们听 就是说今次的战争呢 虽然会导致大量的尾巴伤亡 但是呢 就未必会扩散到中东其他地区 对石油的生产和运输呢 的影响也是非常之轻微 其实过去多年呢 这个中东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了 就是最先就是1976年 这个以色列和埃及达成了和平协议 就是Jimmy Carter都挺偉大 真的达成了一个Cam David accord 就达致和平了 那以色列就很罕有地还回 这个Sinai Peninsula给埃及了 然后呢 到了2020年呢 under Donald Trump 就是他的女婿Jerick Kushner 其实都下了很多力 是中东的 所以都发了达 那就达成了一个叫做Abraham's accord 那就是这个以色列和Berrain 和UAE又签了一个和约 那然后再加上这个早几个月 中国又很伟大地 那就令到这个连这个沙地 和这个伊朗都达成了这个协议 那就重新正常化的关系 那又会开回互相的大使馆等等 那然后 全民中 其实这个沙地和这个以色列 都暗中是在谈和谈 但是未达成协议 那再说一次 应该就是Jerad Kushner 是下了很多力 因为他虽然他是犹太裔的美国人 但是他和这个沙地的王柱 MBS 也都像好朋友 所以他就中间做了很多工作 那所以有些人形容 这次其实真正那个战争的目的 就是Hamas冲出来 会不会其实背后有些人 就是想减慢或者停止 或者reverse 这个Saudi 和以色列的和解和谈 进度一定是停了或者减慢了 但是会不会成功是sabotage 是断了 或者reverse 甚至沙地会开战 我想就不会了 机会很小 所以市场告诉你 这个机会似乎很小 不但指现在阿拉伯国家 都大部分是没有插手 或者不是很大声去谴责 甚至乎以色列 那么 well 连被认为是幕后黑手的伊朗 自己都是deny 是否认有参与的 只是Hamas说 这个伊朗是有参与 有支持他们 或者有帮手他们计划 那么 不要说伊朗了 连West Bank的Palestinian 以我暂时看到 都不看到说会有些武装冲突 或者是很多人冲出来 这样 我希望周围都和平 但我只是观察到 就是West Bank固然 你可以说他们是 这个Palestinian authority统治的 他们未必支持这个Hamas 这样 可能 但我看到最近有些西方记者访问 就是Hamas他不会访问 他访问是West Bank的那些 Palestinian leader 那些领袖 他们通常都会问 为什么Hamas那么蠢 自杀式去袭击 就是以卵击石 他们带来更多的痛苦 现在就全面封锁加萨 甚至是West Bank的Palestinian 可能他们的生活都会更加艰难 但是我看到那些Palestinian的领袖 多数的答案都是说 本来已经很惨了 本来都是不够水不够电 尽管西岸也都是 就是一向都是有很多military checkpoint 本来都是被人occupy 被人非法occupy了50年 甚至是被人suppressed了70多年 所以现在的情况 不见得比以前更加差 再说一次 基本上他们是呼出绝望的咆哮 所以他们就冲出来 但anyway having said that 我看不到西岸的Palestinian 现在是很支持 或者冲了出来 所以like I said 今次似乎就不会散播得 暂时来说会很紧要 然后我评价一下 有什么人、组织 有什么事情在这个战争里面 是输家和赢家 输家就很不幸很明显 就是以巴两边的人民 尤其是Palestinian会死的数目 我想会再多过Israeli 不少 然后以色列的经济 他的旅游业 以至周遭的旅游业 和经济可能都有轻微受损 比如我也有亲戚本来说 订阅了去以色列、Jordan 那些地方旅行 有些是公干 近年都很流行去中东做生意 去看看有没有投资环境 甚至是去假期 我想那些甚至远至Dubai 或者阿布达比 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最近一开箭看到 在埃及有个警察 然后突然向以色列游客开枪 都杀了两个 连有个埃及导游都死了 我想这个短期 至少有一个效应 然后我想以色列总理 Netanyahu 长远一些都会被人谴责 被人认为要接受很大的责任 因为首先这个慕萨 号称全世界最强的情报机构 完全是失败的 都不知道别人去袭击他 有些人就解释说 因为Netanyahu 他做过几次总理 他就越来越独裁 甚至想影响司法制度、法庭 连军方都受到影响 所以整个可能军心就散换 也很多人反对他民主倒退的很多政策 所以他一定会接受很多的谴责 针对巴勒斯坦尼的政策 也是太过brutal 太过残忍 所以我说今年未发生战争之前 其实以色列主要在西岸 已经杀了200多个巴勒斯坦尼人 印度早几星期很开心的时候 即是G20 宣布了一个叫IMEEC的计划 就是India Middle East Europe Economic Corridor 那些其实是要进行中东和以色列的 这个计划当然是实话未有一撇 但我想也是会有些受损 包括BRI 一带一路也都包含中东地区 我想有些计划都会被阻慢 或者会受到影响 刚才我说过中国broker的 deal between Iran 和Saudi Arabia 我想某程度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始终沙地 其他人都可能会怀疑 这件事是不是伊朗有份搞出来的 即是sabotage 他们原本想和以色列和谈的过程 那么另一个 我觉得都可能是很大的输家 就是Ukraine 这个Selensky就差不多第一时间跳出来 谴责Hamaa 恐袭等等 当然有很多人就觉得 你又自动双标 还是要支持美国 就是西方的老板 你的国家被人攻打 部分被人occupy了差不多两年 那你就 当然是觉得很不对 能够令到世界很多人支持 你们defend自己的国家 但是这个Palestinian搞了七十多年 都没争取到自己的国家 也是国际条约 联合国是支持他们的 被人occupy了 最少都在说是五十年 那他就反而不支持 或者比较one sided 纯粹谴责Hamas Anyway 这个都不是他损失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损失就是 媒体 attention分散了 去了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是bipartisan support 无论是共和党 民主党 一说到以色列 必须要支持 但是不幸现在Ukraine的支持 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partisan的议题 就是民主党支持 Donald Trump 固然从来都不支持 但是甚至共和党很多 leading的政客 都是不再支持Ukraine 也有部分是长篇难顾 你经常要钱 美国自己的财赤那么严重 所以support level已经跌了很多了 那么拜登最近都企图再拿一些经费 他就企图现在将Israel Ukraine和台湾三合一 搞一个议案 希望拿钱 但是我想国会尤其是对 对Ukraine现在的支持度就是减少 就是上次continuing resolution 拿多45天的经费 都要撤出了60亿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本来似乎当时的议长 Kevin McCarthy 就答应我另外再提出议案投票 是再支持Ukraine 但是他又被人vote out 包括democrats有些发了神经 踢走了他 所以独立去再付很多钱 Ukraine的法案 我想现在没有了赢 就比较困难一些了 另外我觉得俄罗斯 都可以说是赢了少许口水的 Putin终于出声了 当然也是循例譴责美国 是他的政策导致这样的 但是既然俄罗斯和伊朗有很好的关系 他那些鸟很多都是伊朗供应的 但是他和伊斯莱尔的关系都不错 所以他就不会直接去谴责伊斯莱尔的 那麽说美国 那麽美国就复杂些 什麽都不要说 第一样他的市场和经济就是赢家 正如我一开始说 那债市的息口又回落了 那股市又反弹了 现在S&P又回到4400点了 而且还有本来议长的争拗就会拖下去 就是共和党炒了Kevin McCarthy 本来可能拖很久的 因为McCarthy那次都要经15轮投票 才选到他出来 那这次似乎就会快些了 那星期三晚共和党的closed door meeting 就选了Steven Scarlese 就是本来McCarthy的副手出来 那好像整个Congress都没有投票 那因为他要得到不知道217票 他现在都还没够 但是似乎另外那个Jordan 就已经是放弃了 那就改为支持Scarlese 相信在短期内 就是美国就会有一个speaker 这个加速就是因为中东的事情 因为如果国会瘫痪 那么他们很难通过法案 去支持以色列的钱或者军事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以色列需要很多钱或者军备 就是他自己都这么厉害 现在美国当然已经派了一个carrier group 这个Ford 是最新的一个航母战队去了中东 现在还在说要不要派多一个group去 帮了美国的方面 就是快点有一个speaker 而我自己的感觉 我估计就是 有了speaker之后 在11月中 这个government shut down的机会 就少了一些 因为再讲一次 如果你美国国会瘫痪 那你怎么帮以色列 就是这样 所以虽然原本我就觉得 就是Kevin McCarthy 就大些机会 和民主党达成某个协议 但是不过呢 现在如果有一个新的 基于有这个中东的事情 我觉得都大些机会 是会avoid到那个shutdown 但是美国当然不是全面赢家 那第一个损失那个 我想就是拜登 拜登 就是 他是总统嘛 那现在中东出现问题 那他当然某些上是有责任啦 那还有民主党党内那个JFK Jr 就是以前 今天狄总统的侧子 那他现在就放弃了民主党自己独立选举 那那是另一件事 那但是 那可能会是戒票的嘛 那所以这个本身 对拜登的选情有点不利了 那还有就是overall 美国就是原本想 是pivot to East Asia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他想是针对控制 contain 就是阻碍中国的发展 那他先就被Ukraine拖住后腿了 那现在这个中东 那他也要派航母去 那就是某程上也是拖住后腿 那所以 overall 我想美国在这方面 又有些损失了 那还有另一件事呢 就是美国内部的政见 这方面呢 再分裂多些 就是马上已经看到 在纽约 甚至其他西方国家 例如Sydney 都有支持两边的示威游行 就是有些是支持以色列 有些是支持巴勒斯坦尼人那方面的 那都有两边的示威游行 那 那这件事呢 亦都这件事呢 就再混合了 他们现在美国有个 所谓叫做 Walk 和Anti-Walk Movement的一个争扰 Walk就是代表 你支持LTBGQ 支持防止气候变化 等等等等 而Anti-Walk 就是Donald Trump 那些人很sick and tired of these gender fluidity 那些issue 因此呢 就不相信科学 连气候变化 都不承认 然后呢 连这件事呢 或者甚至乎Ukraine 都是包了下去 所以你Anti-Walk 就会较支持俄罗斯 或者起码不再支持Ukraine 而Anti-Walk 就会更加支持以色列 就不会支持巴勒斯坦尼人 所以 已经有人指出 就是说那些年轻人 尤其是Ivy League 就是Harvard Yale 那些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 谴责哈马斯 甚至乎 有些 student organization 用Harvard的名义 即不代表学校 但是用它的名义 就出来反而是支持巴勒斯坦尼人 这个也引起一个纷争 Anti-Walk is gaining power 某程度上 因为大家很sick and tired 就是不停说 就是不分男女 厕所问题 连堕胎问题 连很小的under age 儿童 都能被认为 要有权利去选择自己 这个不是依照 那么简单 而是性别 甚至可能已经开始 荷尔蒙的改变了 所以今次这个中东战争 都是在这个debate里面加入了 另外除了美国 印度 我再说一次 印度就是winner 因为又是media attention 就会分散了 就不会再说 他被指控去 他在加拿大谋杀了Hadeep Singh 那件事 Hadeep Singh Nidja 那件事 而且也都是 再说一次 暴露了西方的商标 和他们的虚异 因为以色列 以前 现在 未来 都很可能 会是 执行这个暗杀行动 就是不要说 美国自己 过去二十几年 是执行了 数万次的暗杀行动 在海外 那他都说 那个辩护就是 我们不是在朋友 不是在民主国家那里 执行 Anyway 这个印度 这次就得以喘息 所以市场也都开始反弹 虽然这个印度 现在和很多人 都不是很朋友 他停止了批准加拿大人旅游签证之后 现在全中国 包括香港 都停止了 所以这个印度的政策 现在都颇为极端 我想他和中国那件事 就是因为我之前说过 亚运会 和地图事件那里有关 这样 It's not good 就是两边 其实都要 最好 calm down 那么 我觉得印度 相对来说 是整体是赢家 但是他们提出来的IMEEC的计划 就可能受损了一点 所以我说清楚一点 印度虽然是理论上支持巴勒斯蒂尼人 可以独立成立自己的国家 成为联合国的成员 但是因为他自己都是经常惨受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恐袭 尤其是2008年那次那么恐怖 所以今次这个事件一发生 他就马上跳出来 是谴责哈马斯的恐袭行动 所以在这件事上面 他就是偏向于以色列更多的 然后最后说说中国 中国我觉得表面上就是有small gain 因为好像我说 你可能会拖着美国后腿 这个中东 再加上乌克兰 那他就不可以这么针对中国 也看得出今年 其实双方都有少许意愿 想控制这个情况 就是缓和一点 而主席也都似乎11月会去美国 去和拜登会有一个峰会的见面 就是一年一度 就是这个是好事 我觉得两边都有意愿的 美国也都有 中国也都有 但是 刚才我说过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peace deal 那会不会又有些少的影响呢 因为这件事 如果大家觉得伊朗是有份的话 更加重要的是 中国过去四十几年的崛起 完全就因为 不是指中国本身是和平 也都是因为世界上 比较和平 以及比较放轻宗教 以及意识形态的各样的纷争 所以现在近几年 意识形态的纷争 宗教的纷争 这个边境的纷争 如果又再冒起来 首先第一点就影响全球贸易 那中国是世界工厂 也都是第一个交易国 这个就一定受影响了 所以整体宏观来看 我又不觉得中东再起争端 对中国是有利的 可能经济上也有些少的损失 然后打仗那么惨 有没有少少乐观的东西可以说 我觉得唯一可以说的就是 所谓的纷争 就是今次的中东战争 会不会反而导致 所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是快点停下来 或者是有再新一轮的和谈 当然我希望是有的 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因为再说一次 乌克兰是完全依靠美国 西方的支持 如果那里的支持是减少或者停止的话 这个乌克兰 很可能没有办法不去接受停火 或者要进行这个和谈 我想俄罗斯也赢了少少土地 虽然我不觉得那些土地的价值 但是也拿了个彩 我想俄罗斯也会有意愿去谈判或者停火 某事情上我希望这个是一个 side effect of中东的战争 希望是一个好事 然后就算这个尾巴战争 有些人乐观一些的 都会说这个Yong Keeper War 就是1973年 这次又是Yong Keeper 这个犹太家旗之后 偷襲他 其实是和50年前很类似的 但是那次1973年打完仗之后 反而间接导致以色列和埃及的和解 达成所谓Camp David Accord 所以今次这个事件 假设以色列真的消灭了哈马斯 那会不会所有培里斯人都被迫屈服 要接受以色列的存在 因此反而可能有一个永久的结论 我不知道最后是二州 一州 三州 我不知道结局如何 但是我希望这件事 反而会趋化一个和平的解释 出来 最后这样 那 然后就是中国 like I said 在这个Iran Saudi的和平协议里面 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他又曾经去Ukraine 企图做一个调停人 那暂时没有什么结果 那但是中国也有说过 他们offer做中巴之间的调停人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难度 比乌克兰和俄罗斯更高 很多很多 就是他们的仇怨更加长远 那中国人对他们的理解 多不多呢 那当然他比较客观一些 可能相对美国 那但是我想这个也不容易 但是这次战争 会不会反而offer一个机会 给中国去扮演某个角色呢 那这个是Shell see 但是最后我都是为 就是无论什么宗教都好 那我都是希望为世界和平祈祷 希望尽量少些这个纷争 和这个平民百姓啊 所有人的伤亡 OK,thank you